每个国际贸易中都有 欢迎收看欢迎漫游漫游 今天我们来谈谈 中美贸易战越打越激烈 现在双方杀红了眼 台湾到底要选哪边站 中国暂停陆克自由行 台湾观光夜真的惨了吗 两岸距离似乎更遥远了这样好吗 台湾将进入纯网银时代 但纯网银数位银行 网络银行你分了清楚吗 接下来是棋斐大放送 大家好我是漫棋斐 最近我们怀宇漫游 好一阵子没讲到川贵人了 这中美贸易战是停火了吗 那我们收视率怎么办 你们不打我们哪来的收视率 而且你们中美两国老是 不分个胜负 我们台湾是要怎么样选边站呢 但是你知道吗 幸好平常有败这个收视率大神 有败有保败啦 马上就让这个川贵人发功了 然后中国接招接得也不错喔 美国总统川普发推特警告中国 不要等到他2020连任成功后 再来谈磋商 否则只会谈到更烂的贸易协议 我只想喝喝两声 中美经贸撮销一年多以来 是谁在出尔反尔 言而无信反复无常 自己生病让别人去吃药 也是没有任何用的 川普宣布将3000亿美元 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 中国也反击 5号放手人民币扁破7 在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 中国放手人民币扁破7之后 5号美国财政部正式将 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按照以往经验 一旦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将可能面临更多的贸易制裁 哇哇哇 这个好这个好 你们这个中美两方骂了一群 因为我们收视了月火啊 总监你别生气嘛 我这不就是在拼经济吗 总监你最近这个火气很大 有关中监影你要去看中医啦 或是一次喝三杯苦茶加苦瓜原汁 火力也太狠了 这样子不会挫赛吗 如果一次三杯还不能销火 那就要考虑一下这个 一夜三次啊 一夜三次你懂吧 你说那个什么三杯三次 都可以连着扯到这里 你有科学实证吗 我们小扇子做这个电话真好 遇到噪音了 超标还会自动把我逼掉 总监总监啊 你这个讯号不大听不见 我们录完影再讲啊 我们待会再说啊 好就这样吧 拜 他这个火气最近真的很大 不要管他 我们继续啊 这个美中两国连续各出狠招 但我今天就是要来看看 中美贸易战到底是谁战上风 谁撑得久 鸡龟为大屏 这个大屏到底是哪一边啊 这次川普再加关税的这个动作呢 的确是将中美贸易战再升高了 之前川普的关税呢 是对制造业影响比较大 像是汽车零件啊这一类的 那影响呢 是要几年之后才会出来的 那个时候呢 川普是刻意把对民生影响较大的 直接的这些消费品跳过啊 就是怕涨了关税呢 跟度假就会跟得涨 那么这个消费者就能够动给摇嘛 但上星期一说要涨了这一波关税呢 消费者会很有感的 比如你手上拿的手机 桌上的电脑 身上穿的衣服 脚上穿的鞋子 连去年尾牙 我抽到总监送的这个礼物 都要加征关税的 这张照片是拿不下来的好吗 哪有人送这种礼物给员工的 还不能丢掉 他有时逛到 逛到我的办公室里面 他还问我挂在哪里 挂哪里 挂抽屉里啦 很多人一定想啊 这川普惨了哦 这个川普执意要跟中国打贸易战 让大家这个荷包变售 他明年一定很难选 你看啊 这股市在设新奇不就跌惨了吗 而且美国联卷会 还在十年以来第一次降息 我们之前在曼友已经解释过 通常就在景气不佳的时候 联准会才会降息 美国十年来不断的升息 那现在突然的转向 一定是美国景气不行啦 川普呢 这个贸易战是一定不会撑太久的啦 错 美国经济现在非常的强劲 你只要看一个数字就好了 那就是失业率 美国的失业率呢 是近20年以来最低的 美国现在就业市场有多缺工呢 以卡车租赁公司来做例子啊 缺工缺道啊 不但他们要到这个高中去抢毕业生啊 这个传统上非常歧视女性的行业呢 甚至很积极的在招募女性参加 很多长期失业的人都找到了工作耶 不景气的时候 很多被企业赶出去的中年失业员工呢 现在一大堆企业都抢着求他们回来 最近五年 美国就业市场的杰出表现 最令人振奋的 就是连很多低技能的劳工都可以找到工作 其实由于缺人情况太严重 比以前更愿意提供员工的在职训练 连以苛刻闻名的这个亚马逊 都在用这个在职训练来吸引劳工的加入 你就知道现在有多缺人 就因为现在这么强劲的这个就业市场呢 如果川普能够做主的话 他巴不得把美国总统大选 就改到今天马上举行 因为以这个就业市场的表现呢 川普不用耍鹰招都选得上啦 不过他有可能忍不住啦 你知道有些人考试的时候呢 明明不用作弊也可以过关 但就是要多看一下 就是有这么硬的这个就业市场撑腰哦 美国人对于物价上涨一些 可能也不会太在意 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喊话呢 于是就越喊越硬 不过这选举没有包赢的啦 美国总统大选呢 明年11月才举行 这中间可能发生变数太多了 比如中国呢 就真的就使出了狠招 把人民币扁破了一门银元 对7块人民币的这个关卡 准备要打货币战了 当美国经济达到20年来的 最佳状态的同时 中国的经济却是处在 2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就业市场也很严峻哦 根据中国国际金融 有限公司的研究显示呢 中国制造业部门 去年失业人口达到500万 其中大约有180到190万人 是因为贸易战 那么以行业别来看呢 关税影响最大的制造业呢 是电脑跟通讯设备 那么500万这个数字 听起来很恐怖哦 但其实只占中国劳动力的1% 所以中国一再说 其实问题不大 问题是呢 这个报告的数据 仅止于5月底 所以5月份美国对中国 2000亿美元观摩的关税 上调到25%的影响 已经没有纳入了 现在再加上9月 要涨了这一批 这个3000亿美元规模的 这个10% 中国失业的人数一定会上升 失业行业的类别 一定会更广泛 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要将人民币贬值 就是为了要减低 川普关税的这个冲击 人民币贬破7的风险哦 我们在6月已经讲过了 有影片为证 点破7 中国自己就麻烦大了 坏处多多 比方说的民众会减少消费意愿啦 企业投资意愿也会降低啦 人民币的抛售可能会加速 资金也可能快速外流 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 这个中国的状况听起来很严重啊 好汉不吃也钱亏 还是软一点吧 If US wishes to talk then we will talk if they want to fight then we will fight 张军虽然没有先呵呵两声啊 但中国要跟美国应来意思是很清楚的 可是中国啊 你可以不是看看你自己的经济数据啊 你这打得赢吗 有机会的 要赢得贸易前的关键 是要看谁撑得久 中国有一个川普羡慕得不得了的武器 就是他不用选举 民眾對施政不滿 想要抗議可得到香港去啊 抗議的過火了一點 你還可以用武力來威脅 很多觀眾可能要說 怎麼忘了民族主義呢 還可以用民族主義來炒作仇美啊 我沒忘啊 只是這個民族主義嘛 又不是中國獨有 川貴人不是挺會用的嗎 我們不能繼續讓中國 殺死我們的國家 那就是他們做的 這是世界上最大罩 接下來是動眼看熱鬧 我們馬上回來